大家好,我叫Yoyo 然後目前是那個 很偉大大的以前的同學兼現在的同事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哈囉幫我講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可以 很簡單的在 不是很懂K8S的情況下 還能自己 無論是在裡面做一些實作 或者是幫助自己快速測試等等等等的議題 那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是這個 這個 我不是PCT上的YoyoDIY 就是如果你要繞過什麼 RAR加密的人可能就要失望 所以說 一個你要來建YoyoDIY 第二個你如果是要來任岳父 這兩個人可能要失望 如果連任岳父什麼都聽不懂 那最好表示你是個親尊的小孩子 那第三個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要來學K8S 那可能也要失望 因為我不會很 很嚴謹的去說 在K8S裡面的各種台法提供 蛤 有沒有人知道YoyoDIY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 逛PTT的時候一定會 有一個很猛的鄉民 他現在已經四十幾歲了 然後他的女兒念大學 然後他當初還是很優質的鄉民的時候 就有一次有人在 那個時候無名相簿還很紅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在那邊 表特滿PO什麼 無名相簿正妹什麼什麼這種的 然後結果呢 YoyoDIY之外又回說 其實我應該要給大家看這個對話 你看他就說 其實他寫了一個程式可以 繞過RAR加密的密碼 然後無名相簿也可以PO 然後你看他在8點14分的時候說了這句話 結果他8點18分就回說 我鼓爛的不要再記信了 因為這段期間 這有一堆人想要 破解這些密碼 瘋狂記信給他 從此他就一泡而泡 然後 之後那個 任岳父這個梗 是因為他現在其實已經四十幾歲 然後他女兒都念大學 然後鄉民們因為很懷念他 就去把他女兒人肉出來 然後貼在表特版那些 然後大家說 哇第二位女兒怎麼那麼正 想要任岳父 梗就是這樣 不知道我的歌 我現在知道 所以回歸正題 我是誰 我叫Yoyo 我叫Yoyo 然後現在是 林肯Navis的前端工程師 那 我在交大跟宏偉一起 念研究所的時候 是搞 那個Linux Kernel 就是 那個時候OpenFlow 1.0剛出嘛 然後 OpenV Switch 就是專門設計給我們這種 沒錢買SDN Switch的人 所以說 我跟宏偉 都一起研究OpenV Switch 然後他是把OpenV Switch 整包科程 Kernel 他就放進去 四個禮拜就完成 一年錯論的這樣 不是很猛 然後我就是 基於OpenV Switch 讓在Kernel的情況下 然後去想辦法 調整他的一些效能 因為那個時候他還剛出 所以他在一些 應該說他沒有考慮到高速 高流量傳導下的一些 Performance的問題 然後就想辦法去Tune他 然後可能中 1秒最高 不是1秒 就是 Super大概只有幾十 Megabeast的情況下 變成700 然後就 還行 那 我的經驗就是說 你之前選 選SDN寫坑喔 然後 出社作業之後 寫JavaScript 對於做Web前段工程師 這個跳動跳有點大 所以 相對的 我相較於其他 一般傳統的前段工程師 我 對於 無論是Baggame的Service 或者是 在底Skernel 一些系統上的營運 會相較的 比較有一點經驗 所以 才有機會 像現在這樣子 主要做前段的開發 但是我卻也需要去碰到K8S 然後甚至 知道他的一些細節 再甚至我需要 實際跳下去開發 那 就是蠻有趣的經驗 那 只能說 人生就是這麼充實 就是 人家 認識很多朋友 就說 哇當工程師好讚喔 然後我就說 這是充滿苦難的一張旅程 你就問 真的是工程師的人 大家應該都會給你這個答案 好 那 正式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 就是說 如果 你在一間公司 是一個前段工程師 或者 其實不一定要是前段工程師 你就算是一個Begang Engineer 你可能也不會 對 Cluster很熟悉 或者是 你們公司可能 只有一兩人會 K8S相關的東西 或甚至沒有人會 K8S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樣 簡單的入門 那我分享幾個 我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 如果說今天跟你串的 後單的API有問題 你不想要等 MG幫你去改他 因為人家也在忙 他可能 就算是一個小問題 他也要明天才可以 你後天才可以 那這個時候 會影響你的開發進度 那你可能想要自己改 或者是 像我後來 現在的狀況就是 沒有人想幫你改 因為 大家都知道你會了 或者是 一開始就算我是不會了 他沒有強迫你去做 因為大家都很忙 沒有人 有空幫你改這種小問題 那 舉幾個簡單 所謂的小問題是怎麼樣 例如說 今天我 我一個網頁 有一個table table有那麼多欄位 那現在跟PM討論一下 覺得 我要再加一個欄位 好那 加一個欄位很簡單 你去Mango裡面 加一加 然後 migration寫一寫 就有 但是人家不想幫你寫 沒空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自己寫 然後自己在K8S裡面 放起來 測試看看 第一個狀況之下 第二個 很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 大家都在Developer的集群上面開發 那 只要有人部署新的Code 那他就重新Depoint 那你就要等 或者是 因為他是Developer的集群 所以他的 他的 背後的含義就是 就算搞壞也沒關係 因為Developer就是哪來搞壞的 那你想辦法把它 壞得又好 壞得又好 進到Staging 進到Production的時候 才會穩定 所以你如果 跟Developer的集群 穿在一起 很容易遇到 人家把他搞壞的問題 雷到你自己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也會需要 我們接下來的選擇 第三個 一個人比較特別的經驗 我們公司 大家的公司 應該都會有CTO CEO 那我們有一個 台面下的職稱 叫做CDO 去Demo Office 就是說 這是一個 也是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說 因為 新創公司 進入一定的 產品 穩定期之後 就會開始到處找客戶 那我們的老闆 也是 人脈相對廣闊一點 因為他在美國 創立過公司 然後最後被Sysco收購 所以他 有 很多人脈等等 所以他不愁沒客戶找 那 如果很多客戶 他的需求會是什麼 就是你會需要常去Demo 那 一開始的狀況就是 他們去Demo 然後講的比例大 因為 你要一個 老闆 或者是可能 比較高營運的人 他能夠懂那麼多開發需求 其實比較不容易 不是呢 某一天 某一個法人組織 到我們的 Office 然後要聽我們的Demo 然後 老闆就 講一講 結果 後來發現 第二個情況發生了 Developer Classer炸了 然後他們 網頁refresh 一隻恐龍看在那邊跳 然後 大家就傻眼 然後就講 現在手上有 可以Demo的環境 趕快出來 然後 我就說 這邊有 然後我就拿過去 我原本就是 想要把電腦拿過去 我就要走了 結果他們 就你來講 然後就變成 我要 跟客戶Demo 那 就是比較幸運的是 因為我是前端 所以 幾乎所有的Flow 我都有參與到 甚至就是我做的 所以我很清楚 那 後面的一些基本的 KVS的姿勢 也還行 所以我知道現在 有哪一些設備是壞的 那我就跳過 不要Demo它 然後也知道 如果 他們那個客戶 你一直提出的時候 欸沒有什麼 我也可以 比較快速的回應 所以就是 第一次講完之後 結果 那個 講完之後就好 然後電腦拿走了 結果之後 最後一方是跟老闆聊天的時候 突然那個 老闆就說 欸 那個法人組織的叉叉 組長要見你 我說幹嘛 然後跑過去 那個組長就說 欸 兄弟講得很好啊 以後我看你就跟著 我們老闆叫保羅 以後就跟著保羅出去好了 然後老闆就說 欸 這是一個good idea 好以後就這樣吧 然後我就變成 Amo 之後老闆只要去哪裡Demo 我就跟著他跑 所以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也很需要一台電腦 帶著隨時可以Demo 因為你不確定 Online的Cluster所收入會壞掉 甚至有一些特殊的經驗是 我進到一些 像是光寶那一種 他們Security 還要求很嚴格 他們不讓任何 外部的人 連他們的內網 他們也不開放任何 對外的網路 然後他們的大樓 還有屏蔽系統 你想要手機 Wi-Fi分享 也不行 好這種情況下你就需要 一個 如果說 在座各位有任何 遇到這種情境 就很歡迎 用這種方式 如果都沒有 恭喜你 你是一個活在幸福開發 環境下的工程師 好 那 呃 來說一下 在 Local的Cluster 跟 在 Online的Cluster 它的好壞處理所 那 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一直有強調的 你不需要任何 網路相關的Dependency 全部都在你這台電腦上 所以你 全部都可以算起來 然後呢 你可以 開發的過程中 排一排扣的 然後再Mate 然後再底座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組 你不用依靠任何人 那壞處就是 你的鍵盤會非常燙 真的是非常燙 就是摸一下 然後 髒話罵出來 因為 以我的實際上 其實是 我用 Dark Edge 跑 等一下會介紹 Dark Edge 它就是真的幫你 Virtualbox 起一個 或者是起N個VM 然後在VM裡面 有Container 去幫你串出一個Cluster 那 跑很多VM科想案子 就很燙 那 這邊有一個也是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那個時候 去 今年一二月吧 還是冬天的時候 然後 我們 因為辦公室是開放式的 沒有那種多A格 所以 我的對面 就在這裡 就是我的同事 大家就可憐 你也知道 Mac的電腦出風 我在後面 然後就寫著寫著 然後我對面 讀書說 到底在幹嘛 這電腦怎麼這麼燙 那個熱風一直吹我滿臉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在開 那個Dark Edge 然後我是那個時候 真的有那麼燙嗎 然後一摸 然後就罵很髒話 原來這麼燙 從那個時候 開始就有一個 小默契 就是 他很冷的時候 他就會說 沒有 你可不可以開一下Dark的 以前我手有點冰 因為 熱風可以吹到他的手 他就會比較燙 我覺得 唯一的壞處 真的很燙 所以我後來就接著外接鍵盤 就不用摸到你的電腦 我覺得這是 比較有趣的事情 好 那 據我現在所知 你想要在 你的Local Computer RUN一台 RUN一個 Single Node 的 K8S Cluster 起來 大概有這些方法 比較簡單 快點說 第一個 大家可以進去 第二個中間 那個叫Mini Coup 第三個是 Valgram 那 下面這個圖是 Virtual Box的解圖 那為什麼要Virtual Box 就是因為 這三個東西 它都相似Virtual Box 也就是說 你要裝這個 它會順便幫你把Virtual Box 裝好 然後它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Data Edge 它會 用 很多Virtual Box的 EM 去跑一個 可是 你在Virtual Box 一定看不到 對不對 我下面那邊 一個是Mini Coup 然後下面那個是Valgram 所以 這可能也是Data Edge 不燙的原因 然後 第二個Mini Coup GitHub也是 Open Source的 Valgram Project 然後 它就是 全Terminal控制 就是Mini Coup Eastore 然後 Mini Coup 就 控過Terminal的方式去控制 然後 你就會看到你的Virtual Box 有一台EA 名字就叫做Mini Coup 那它就是在這裡面 幫你跑到現在的Container 然後串齊 就可以把S cluster 第三個 Valgram Valgram它就是 你寫一個Valgram file Valgram file跟 Kubernetes的 那個Dock file 壓謀點像 等一下我們都會看到 那它基於你的Valgram file 起一個VM 也就是下面你看到 只不過它不一樣的是 你有一個Valgram file 就可以起一個VM 所以我那個VM的名字叫做 Yoyo Simulate Device 那 你有第二個Valgram file 就可以起第二個VM 第三個VM 那它跟Mini Coup 不一樣的 那 各有好壞 如果說 我後面會分享到 我在什麼情況下 會用到不一樣的Case 好 那我們來分享 我第一個 最常遇到的Cemario 就是 紅色的就是我平常用Webpack 就是前端的Framework 跑起來的一個Develop的Server 那我們就再連到它 然後做事 那 我的電腦裡面 白色框 就是一個KBIS的Cluster 那 Webpack的這個所謂 Front-end Server 它就需要連到 你的Band-end Server 所以我在白色那條線 這樣穿過去 意思就是 它們需要直接溝通 那旁邊舉幾個例子 例如說 你的你的產品 Dingo Database Mongo Infox DPE Redis 等等 在虛擬化的 這個 時代下 我們很強調 一個DuggerContainer 跑一個Service 所以 一個綠框框 就把它想像成一個DuggerContainer 只不過在這裡 在K8sCluster 底下 它是一個一個POD POD 這是 Gubernetes下面的一個名詞 就是說 一個POD 裡面可以跑很多個Container 然後一個POD 就是一個運算單位 很多個POD 集結成一個集群 好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一張圖就是說 我要能夠直接連到 K8sCluster裡面的Band-end Server 那Band-end Server 跟其他的 那些Database 或其他的Service K8sCluster 就通過K8sService 這個東西來課程 那 痾 狀況是這樣子 應該要先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K8sService是什麼 它就是 負責幫你在 K8sCluster裡面 串起 每一個POD 的一個Service 那它運作模式很簡單 它手上 保持著一堆Selector 然後 每一個Selector 名字可能 一個就叫Mango 一個叫InfluxDB 一個叫Redis 一個叫Backend Server 那 這一些 Mango Influx Gradis Backend Server 他們自己都會寫一個 YAML File 也就是這裡 這是一個Database的YAML File 那 上面的框框 你就會看到 這個Backend Server 在我們的產品 叫做CV Server 然後 它就需要去標記 它的Label 叫做CV Server 然後呢 下面就是各種YAML 無論是你 要什麼Image 還是 有一些 Environment Condic 這個是 不是必須的 然後 下面框起來 就是 它的 container的Port 它這邊寫9596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K8S Service 它手上Selector 每天一個Label 叫做CV Server 然後呢 右下角 那個CV Server 綠色的Pod 它 它對外宣稱 自己叫CV Server 好 那這樣兩個就串起來了 之後這個CV Server 要跑出去 或者是有人想要找這個CV Server的時候 K8S Service就可以知道 我現在有一個request 是 叫做CV Server 有沒有人是 然後 問一下講那個Pod 就會說 我叫CV Server 然後 網路就串起來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為什麼 這邊要特別強調 它的Port 是9096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另外一個展示 那第二個 這個就是 Begin Server的 Service Yargo File Service 所以是上面 剛剛那個藍色的 K8S Service 那它的內容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 它的NodePort 就是它對外 那 要從外面連進 K8S Cluster 那條白色的線 你要走 32363這個Port 那裡面 對應到的是 9096這個Port 那我剛剛 CV Server的Yargo File 指明了 我是9096 然後現在Service 幫你對應 要進去 9096的上面 請從 32363進來 OK 這樣子 內外網路就串起來了 第二個 這個是 Mongo的Service Yargo File 那 Mongo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你要從外面連進來 你要走 31717 那在內部溝通 則是27017 所以 今天我的 Begin Server 就是那個 CV Server 它是一個 Begin Server 那它一定要跟它的Database溝通 那它怎麼走 它就是 在內部 走27017這個Port 然後他們就可以串起來 透過K8S Service 串起來 這是很簡單的實際應用 就是 只要你 寫好這些Port 然後我們就可以自己很輕鬆的 讓起各種各樣的Port 然後 離子串起來 再有一部D值系列也是一樣 InFiles 然後 對外是32086 對內是8086 那 我 你一定還有更多Service 那每一個Service 自己都要有一個壓過Port 然後去指定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好 那 講完之後 告訴K8S Service 你們都對應起來 那 我現在 我自己內部的實作是怎麼樣做的 不是我自己 對不起 我們公司的內部實作是怎麼樣做的 就是 Begin Service的Config 裡面會有 很多個 Service 那要怎麼對應 那 以Mongo來講 它就是對27017 再來複習一下 27017是對內 對內的MongoPort 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 我K8S Cluster裡面 有CV Server 也有Mongo 他們是在裡面溝通 所以我的Server 是透過裡面的Port 27017跟Mongo溝通 Infiles 透過裡面的Port 8086溝通 好 那 下面這裡就是我在外面的 外面的 那個 Frontman Server 那它要 連到K8S裡面 它就要用 剛剛我在Service那邊所定義好的 對外是32363的Port 那你只要從那個Port進來 它就會幫你對應到我的CV Server 也就是那個9096Port 好 這樣子的ConfigPort 最後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 這個 字有點小 我怎麼講 這邊就是32363 所以 外面的Server 從32323進來之後 K8S Service 知道 從323363來的 都要打到 一個Label 叫CV Server 或是9096的 然後這樣子 就通了 所以我就做到了 我的 那個 Frontman Server在外面 然後我 所有其他的Service 全部都在集群裡面 那我就可以串起來 那 至於內部 內部 那個 Backend Server Mongo Inflasy的溝通就是 今天Backend Server想要找Mongo 他就跟他說他要找Mongo 然後K8S Service 就知道他有個Label叫Mongo Selector叫Mongo 對不起 K8S Service 有個Selector叫Mongo 然後他要走的Port 是27017 然後他就可以找到Mongo 所以你的Server 就可以跟Mongo對起來 這些Service全部都可以賺錢 那你的集群 就基本上 就起來了 你就是一個K8S專家 你就可以跟你的同事 說欸 跑一個集群很猛 大家就跑讚 厲害 那接下來就是第二個情境 更複雜一點的 就是 如果你不只是一個前端工程師 你是一個全端工程師 的時候要怎麼辦 Bronend Server 我要Maintain 我要寫扣 Bandend Server 我也要Maintain 我也要寫扣 所以他們兩個都在集群外面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點 為什麼他們在集群外面 其實是這樣子 原本的狀態 我一開始的做法是 我還沒有做到這麼複雜 那 我讓那個Bandend Server 也在集群裡面 那 我就是 依我剛剛的Case 我有一個Mango 要加一個欄位 然後我的Bandend Server 也要 在Respot那一層 針對這個欄位 不管是寫滿 寫好之後 我重新Make 這些image 然後 重新Develop一次 我要等15分鐘 因為他要把 機群裡面的image都更新 然後 那些Pod 重新跑起來等等 要花整整15分鐘 我只是改一個Mango的欄位 然後呢 很不巧的是 我原本還可以接受這種事情 因為我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結果 後來發現我 例如說 我有一個欄位 叫ABC 我不小心打成AABC 然後 Mac15分鐘之後 串起來 什麼不通 回去看Call 我多開Call 打錯一個字 我要重新Mac再等15分鐘 一次就功虧了 就覺得 不行 這樣子太沒有效率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才把Bandend Server搬出來 這是前行題 那 在這種情況下 我現在畫了兩條線 其實還有更多線 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有講到的就是 Bandend Server在Cluster裡面 要跟那些Service溝通 是透過內補的Po 27017 然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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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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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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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沒有寫Label 因為他們是在外面一般的Process的溝通 所以就是一般的Po Backend Server進來直接連到Mongo 跟直接連到InvirusDB 它是連31717 那KVisService就知道我有一個Selector叫Mongo 從31717進來的轉架到27017然後他就進來 Invirus也是一樣 OK很棒這樣就算起來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就可以 Frontend 寫一寫很快坎派了 Frontend 寫一寫很快坎派了 兩個人都RUN 起來之後 KVisS Carouser不用變 然後他就可以串起來 那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到 不論是改BP的內容 或者是Raceful API改例 可以讓你更簡單的完成 全端的開發 OK 那接下來講第一個細節 KVisS的很多名詞 第一個叫做Deployment Deployment的應用情境是這樣 今天 我一開始的情境 就是我說 我的BankName Server 跑在KVis cluster裡面 那我一改好之後 我重新Make 又跑15分鐘 那這15分鐘過後 其實它是怎麼讓它跑起來的 它怎麼樣讓BankName Server 那個POD重新更新呢 那 這種應用情境是什麼 就是你實際上線的Server 你每次Deploy一個新的版本 你這些Service 全部都要更新 這種情況適合用Deployment 第二個 你的Service 可能需要Scale-up Scale-down 那種B2C的Service 可能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今天有量大就Scale-up 有量小就Scale-down 那這種情況下 你就用Deployment 那Deployment就是這樣子 剛剛在我那個CVSERVER 那個YAML裡面 指定它的看理人 叫Deployment OK 這樣子它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我這邊是要實際的 好 來 實際看一次 我現在用 搭KVH 跑一個Cluster 在裡面 所以現在電腦非常的燙 那你看喔 我打指定叫做 Cube-Control-控格-Gate Cube-Control-控格-Gate 控格-POD 然後呢 就列出所有POD 然後 第一個這個名字 就叫CVSERVER 就是我CVSERVER那個POD 那我現在 如果把它幹掉 我Delete這個POD Cube-Control-Delete-POD 然後這個POD的名字 然後把它幹掉了 我把它幹掉之後 我現在重新GatePOD 好 不好意思啊 我剛剛幹掉這個CVSERVERPOD 在這裡 第二行 然後它的Status 就變成Terminating 結果呢 新的一個CVSERVER 然後後面的Hash 不一樣 又立刻跑起來 然後它的Status是Rolling 然後它的Rolling Time 是才3秒轉 這就是我用一個 Deployment 跑起來的狀態 只要你有一個Deployment 名字叫CVSERVER 然後呢 你無論這個POD 怎麼砍 它都一直在起來 怎麼砍 那好處就是 你每幹掉它一次 它再起來之後 就會有 新的內容 所以這就是 Deployment的好處 第二個 StableSafe StableSafe是什麼 就是 不太需要更新 或者是更新之後 它內容絕對不能變 的SERVICE 例如DataBase 你不會希望你的集訊重啟之後 你的MongoSERVICE 從Mongo變成Mongo底線A 那這樣你所有連MongoSERVICE 全掛了 所以StableSafe就是 保持它穩定 不太會變 而且是有順序性的 以DataBase來講 可能只有一個 但如果你有些SERVICE 是要順序串起來的 那就會有順序性的問題 那舉個例子 在CVS裡面 你的一個Storage 叫做 PV Persistent Valence 然後呢 你上面想要 要SS這些Storage 要用Persistent Valence Cline 這個Term去跟它連 什麼意思 現在一個Storage裡面 有一個Key 叫做 艾文芒果 我有所謂叫艾文芒果 是因為我沒有說 做艾文芒果 然後 有一個Storage裡面 有其中一塊名字叫 艾文芒果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的作用就是 無論什麼時候 只要上面的SERVICE 有任何人 想要跟這個Storage說 我要SS 艾文芒果 那它就一定會 把艾文芒果 這一塊給你 所以在這種時候 就是 固定一定要 好 那 這邊差不多了 最後這個就不講了 好 這兩個是 比較慘的故事 好 那最後結論是什麼 就是 KVS 有太多細節了 你必須要自己去跑一次 你才會知道 但是 我跟這件不是很熟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自己親自跳下去做 是最好的 那 如果你願意一定要去做的話 我替你們的前任工程師感謝你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很麻煩 最後只是想說 最後 最後是想要 一半想攻上下 不過可能沒有時間了 就是 然後有什麼在攻上下 攻吧 真的嗎 然後太好了 就是 就是 因為 我覺得我們做的東西很有趣 而且你看 我原本說我是前輪 結果進去之後 我變成前輪 因為我需要學很多東西 好 我們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是做AI的 那由於AI的 那做AI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內容 其中一個 目前很有趣的叫做Label 就是說 今天你要做AI inference 就是說 我想要去那個model 他在路上攝影機照下去 可以認識 這才是Polge 這才是Beds 這種recognize 這個叫Inference Detection 你要怎麼做到 事前的準備就是 你需要一張圖 裡面有DNW Polge Base 然後你把它框起來 像我這樣子 我不會把這個東西框起來 跟他說這個叫人 把這個東西框起來說 這個叫人 這個東西框起來說 這個叫battle 這個框起來說 叫Led Top 就是做這種框選的動作 然後讓 之後你做Training的時候 可以讓 要學習的那個 那個Machine Learning 那種學習的機制 可以知道說 原來長這樣子的東西 叫做Person 那以後 我拍到你 我覺得你跟他長得很像 我就說你叫Person 然後這就是AI訓練的第一個環境 那這邊簡單聽聞一下就是 原本啊 你在做 標記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我就這樣一個一個點 一個一個點 然後把 把這台飛機框起來 然後 就跟系統說 這個叫飛機 我剛剛花了大概十幾秒鐘 框起一台飛機 那為了要確保一個 訓練的準確 而且 夠強 那你可能需要一千台 兩千台三千台飛機 那你就崩潰了 然後 中國大那邊 就有一種工程師 叫做標記工程師 他來上班 就開始不要標到下班 然後 真的喔 被騙你喔 真的有這種工程師 還很多喔 阿里巴巴就聘了幾千個工程師 做這種事情 那 這算沒有意義嘛 這也是我們AI想要取代的第一個部分 所以 我們就可以做這種事情 我現在Auto Lab按下去 我後面有一個 事先訓練好的 model 然後他就可以 開始去學習 他去辨識這一個 照片裡面所有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就 辨出來可以看 然後因為 訓練這件事情 是需要GPU的 啊GPU很貴 所以現在是價值 沒人在做 所以GPU關掉 所以就慢了 那如果有GPU的話 大概兩三秒就好 那好了之後 他就會全部標出來 那就是我們第一個完成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前端後端都有很多工 前端就是各種標 各種操作 ASBG Camus 各種話 然後後端就是 在K-Bus裡面 要做這些Service 要穿很多東西 那 這是我覺得我們很有實力的地方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後面比較難的 我就不demo 但 只是想要告訴各位說 我們是一個 喔打成了 好 你看啊 Airplane Truck 然後Person 他就這樣幫你標出來 那你就不用有一個票機工程師 整天在那邊標這個 標得很沒有成就感 對就是 這就是自動化的好處 也是AI Training 好這是第一部分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 好 那剩下的就是 嗯 在我們這種平台裡面 可以自己騎 各種K-Bus Service等等 那些就不講 好 那如果各位 有興趣 或不一定要幹嘛的 歡迎 等一下 瞧一下 投資訊 或是我們可以聊聊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樣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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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